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它换的这个雷达是我们现在最先进的雷达 就是它的眼睛更好使 我一 我能看到你 二 我看到你以后我能打到你 无论是让飞行员暂不绝口的基载火控雷达 还是空警2000 空警500上安装的预警雷达 都是战机编队不可或缺的眼睛 在现代战争中 攻防手段正变得越来越综合一体 雷达正在从早期单纯的防御功能 向现在的锁定和指引功能发展 而这样一双双锐利的战鹰之眼 是怎样助力中国空军向攻防兼备转型 实现助盾为谋的呢 从1965年到1973年的越南战争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局部战争 美军投入F-4 F-8和F-105各种当时最新的战斗机 首次在实战中验证了 降尾蛇空空导弹的威力 以越南战争为标志 空战开始进入导弹时代 不过这也对战机的基载设备提出了新要求 那就是空空导弹 必须在基载火控雷达的搜索和引导下 才能打击目标 面对越南战场空战的新变化 中国空军的战机也急需装备空空导弹 和相应的基载火控雷达 但是直到这时 中国还没有能力自主研发先进的基载火控雷达 中国雷达人感到了极大的压力 因为战机飞在空中 基载火控雷达绝不是把地面雷达搬到天上 那么简单 原来传统的基载雷达一旦上了天 在往下探测目标时 显示屏上就会一片模糊 这是因为敌方飞机反射回来的微弱信号 淹没在地面上所有物体反射的强大电磁波当中 根本无法分辨 研制任务遇到了难题 该怎么办呢 1979年年底的一天 当时已经是相控阵雷达领域专家的奔德接到了研制任务 听到了这个消息 一向听话的他也不禁皱起了眉头 反射这个电磁波叫地磁波 这个地磁波非常强 比要看目标的这个强度要强几个数量机 甚至强一百万倍 这么强地磁波背景下 要发现目标 传统的雷达是没有办法的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 一种名叫脉冲多普勒的新技术被发达国家应用于基载雷达上 这种技术能够把运动中的飞机与地砸波背景区分开 从而发现和追踪目标 当时世界上只有少数发达国家的战机上装备了这种雷达 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预警机 空中作战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 面对当时世界空军装备的发展潮流 中国空军也提出研制预警机 1971年6月10日 经过近四年的努力攻关 中国的第一架预警机空警一号首次飞上天空 然而后续一次次试飞的效果却让人大失所望 这里就是我们当年研究预警机的地方 当年我们曾经搞过空警一号 当时以为把地面雷达搬到天上就行了 结果呢是漆黑一片 目标呢都淹没在背景之中 空警一号研制受挫 让中国电客人明白 想一步登天搞预警机是不现实的 要解决战机下市问题 必须先研制出自己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 解决地杂波的难题 这个坎儿迈不过去 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 机载火控雷达要安装在战机的机头上 和地面雷达相比 它面对的环境不一样 需要完成的任务也不同 很多在地面上不是问题的问题 上了飞机以后就都变成了问题 万事开头难 在研制之初 奔德所在的研究所曾遭到很多质疑 被认为只擅长地面雷达研制 对机载雷达缺乏经验 但他们还是下定决心 开始了艰难的攻关 当时是开了一百多项的课题 那么这一百多项课题呢 就是涉及到这雷达各个部分的关键技术 在课题解决的基础上 开始涉及雷达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急于迎头赶上的中国 决定与发达国家合作 引进基载火控雷达 装在歼八飞机上 然而在这次合作过程中 对方不但要求极为苛刻 到最后还单方面撕毁了合同 合作被迫终止 这让中国电科的雷达人 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中国武器装备的研发 不可能指望西方国家 必须坚持自主研发 没有经验就从头做起 奔得他们先从脉冲多普勒雷达的原理入手 再去尝试研发原理样机 这一步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 竟然花费了近十年的心血 就在他们要拿出基载雷达工程样机时 还是遇到了一道 看似无法迈过的坎 在早期的时候 我们的望远镜还能看到飞机呢 我们的雷达已经看不清了 如果雷达自身的信号不稳定 就没有办法在扎波背景下去减少目标 就是要解决它 看不远或者跟不稳的问题 看不远 跟不稳 这样的基载火控雷达 怎么能让战鹰打仗呢 当年的左群生参与了中国第一步 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工程样机的研制工作 对于当时遇到的困难 他记忆犹新 上行营造机关到室所来检查工作 重点就是检查 这些雷达工程样机的研制进展情况 说你室所 今年 其他的雷达任务完成得再好 如果这一型雷达你没有按机完成 40座就是没有完成任务 通过一次次的实验 左群生他们终于攻克了雷达跟踪目标的稳定性问题 基载火控雷达渐渐能够抓住和跟踪目标了 但是实验室里的成功并不代表着最后的成功 基载火控雷达的使用环境 更是对雷达设备性能和运行稳定性的一种考验 基载环境比较复杂 在地面上太阳一晒 机场里温度可能要几十度 你升上高空以后 它温度又降到零下几十度 在一个飞机起飞降落飞行过程中 震动冲击很厉害 基载火控雷达研发团队开始将雷达搬到空中去实验 就是为了测试雷达的环境适应性和可靠性 不过用于这种试验的空中载机 往往是已经退役的老试运输机 在飞行过程中 有时候还会遇到难以运料的危险 幸好飞行员临危不乱 依靠过硬的驾驶技术终于迫降成功 否则中国雷达界就有可能少了这位杰出的院士 在研制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过程中 奔德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这种雷达对我来讲是一个完全新的东西 从头学起 这差不多十年时间 真的一点不夸张 我没有休息过星期天 也没有休息过节假日 那就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 因为当时国家积蓄这个东西 当机载火控雷达通过载机平台试验之后 就要装到真正的战斗机上去试验 战机在真实的空战中 与追求平稳的运输机 飞行状态完全不同 战斗机往往是大机动高过载 所以就要求机载的各个部件 更加牢固可靠 可有一次 左群生他们发现 机载火控雷达的天线座 存在技术上的风险 按照以往的经验 更换天线座 至少需要48小时的时间 试飞院根本无法留出这么长的时间 给他们操作 到底换还是不换 白天你没办法安排我们 那你给我安排在夜里 我们也没有问题 在一天晚上 就是别的单位加晚班的同志 结束了之后 把钥匙交在我们手上 然后我们全体工程队的同志 不在现场 只用紧张有序的工作 我们用一夜的时间 去把天线座换到飞机上 解决了这一系列难题 中国自主研发的 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 终于取得了成功 所有参与研发的人员 都大大松了一口气 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 在电影《空天烈》中 中国空军展现的是 现代空中作战的样式 机载火控雷达 充当着战机实施火力攻击的 眼睛和向导 不过细心的观众可能已经发现 在空战中 战机不再是一对一的格斗 而是可以同时打击多个目标 然而在真实的空战中 中国的机载火控雷达 能够做到吗 突破脉冲多普勒体制之后 中国机载火控雷达 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 但是随后的空战环境 要求他们解决机载火控雷达的 多目标跟踪问题 于是中国电科布局了向控阵 机载火控雷达的研发 吴涛是中国电科某型机载火控雷达的总师 他正在跟他的研发团队 进行雷达多目标跟踪功能的调试 为了应对这么复杂的 这么目标的运动的这种态势 我们必须要把目标紧紧的把它锁住 那么这时候 对于多目标的跟踪 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在陕西某地 正在进行机载火控雷达测试的运输机 刚刚是飞回来 原先明是该型雷达的总设计师 他和他的团队正在机舱内 对试飞的数据进行分析 如果没有试飞的话 他根本上不能够了解 他这个雷达 在这个地杂波的复杂环境下 他到底能不能正常工作 试飞往往需要两三百个架次 遇到的问题也是千差万别 原先明和他的团队 遇到的问题就更多 但是小的问题都好解决 芯片要是出了问题 那可是致命的大问题 芯片是雷达的核心部件之一 有些工序必须用手工才能完成 李莹是中国电科集团的一个普通工人 他每天做的就是这样具体细致的工作 一块芯片的整个的一个支球过程大概需要半个小时左右吧 每一个吸球它都连接着芯片里面的电路 一个吸球没有支好的话 整个吸球它的功能就不能实现 这种工作很多技师都需要在显微镜协助下完成 因为如果一个吸球没有焊接完整 那么这一整块芯片都将会损坏 然而像李莹这样的技师已经熟练到用肉眼就可以严谨无误地完成了 在2016年的IPC全球手工大赛上 李莹代表中国电科集团拿到了全球亚军的名次 在中国电科像李莹这样的技术工人还有很多 他们奋战在一线 为中国基载雷达的突破贡献着自己的材质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 经过精密加工的雷达在作战中的效果如何 能实现同时攻击多个目标吗 现在中间出现了一个目标 雷达已经发现这个目标了 现在又出现了第二个目标 雷达发现了第二个目标 现在同时把两个目标就进入了结果状态 随着这个目标的接近 满足气势空的攻击条件的时候 这个时候飞行就对于发射导弹 对这个两个目标同时的气势空间 中国基载火控雷达终于实现了突破 甚至可以说走到了当今世界的前列 当中国空军一架架新型战机冲上蓝天的时候 往往就伴随着击载火控雷达的突破和跃进 1982年6月9日 以色列空军派出数十架战机偷袭叙叙利亚 在双方战机性能相当的情况下 叙利亚数十架战机被击落 而以色列战机完好无损 原来叙利亚的米格战机刚一出动 就被以军的ERC预警机发现 随即指挥F15 F16战机应战 正是有了预警机的参与 才使得这场空战出现一边倒的状况 让世界各国的空军位置震惊 这场战斗也标志着预警机成为现代空战的制胜法宝 面对这种局面 中国空军或切需要自己的预警机 可是在当时 只有极少数发达国家能够研制预警机雷达 中国决定与某国联合研制 初步确定的指标是性能比肩世界一流预警机 因此就需要功能强大的基载雷达 雷达天线的尺寸也就变得更大 预警机的雷达天线太大了 只能背在飞机机背上 这就需要设计一个流线型 气动性能好的天线照 可是这部天线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 谁来解决这个难题呢 要求尺寸尽可能大 重量越轻越好 关键是各个角度 透波效果还要最佳 难度前所未有 当时中国天线照设计的权威 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的杜耀维 已经身患癌症 但他依然临危受命 接下了这个重担 很快 杜耀维就发现 雷达天线照设计的难度 远远超过了预想 如此巨大又复杂的天线照 需要有计算机仿真技术 杜耀维不具备这个条件 就靠智慧和勤奋来弥补 他从无数次失败中积累经验 终于取得了成功 由于鼻炎癌的影响 杜耀维说话时 别人也很难听清 但他和团队立下的功绩 却清清楚楚地 载入了中国雷达的历史 世界上最大的 预警机相控制雷达的天线照 是中国人拿下的 谁也没有想到 就在预警机雷达的研制 即将出现实质性进展的时候 迫于西方某大国的压力 合作方单方面撕毁了合同 当年参与颜知预警机雷达的 郑碧云对此记忆犹新 我们当然是感到很生气了 所有参严的人都觉得 我们一定要争口气 对外合作研制预警机雷达的计划 走不通了 怎么办 是再找合作伙伴 还是自力更生 中国雷达人面临着选择 最终他们决心 自主研发一型争气机 然而在整个研制过程中 几乎每走一步 他们都会面临严峻的挑战 进场测试系统 是预警机雷达装上飞机前 必须通过的一个考场 用来验证雷达的设计 有没有问题 然而这型预警机的雷达太大了 普通的考场装不下它 该怎么办呢 当时我们国内的专家 存在着非常鲜明的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就认为 我们还是要靠跟国外合作 因为自己研制 这部分专家认为风险太大 另一派专家的意见认为 就是我们曾经研制过小型的 进场测试系统 如果说我们再进一步的公关 我们有可能会完成 这种大型的进场测试系统的研制 面对国外技术的严密封锁 国内预警机内场连试又迫在眉睫 时任研究所所长的左群生决定 我们自己来做 我们还是要走自己更生这条路 否则的话呢 我们就摆脱不了 受制于人的这种风险 大家也是月以继日的工作 刻骨的公关 我们完成了这大型的 进场测试系统的研制 预警机雷达的研制 在所有武器装备系统中 可以说难度也是排名靠前的 研制周期长 耗资巨大 但是国家下了决心 中国雷达人就一定要做出来 这一代人完不成 就下一代人接着做 正是本着这样的决心 预先谋划 左群生他们大胆决策 启用年轻人 张良当时刚博士毕业 却被选中直接担任空警 两千预警机雷达的总设计师 有了老一代专家和院士的船帮带 张良这样的年轻人 担起了重任 当时我们有个计划 就是要完成手套 单兵任雷达的临时 要下奥顶交付航空进行装机 就在这个下奥顶之前的几天 雷达突然发现了 不稳定的这个状况 我们产生了两派 接人不同的这个观点 有一派设计师认为 保计划为主 而以我为代表的 另一派进制认为 要找到问题再装机 我们又花了时间时间 在奥顶上 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2009年10月1日 在庆祝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 空警两千首次公开亮相 引领飞行编队 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 空警两千装备部队 标志着中国空军 开始具备空中一体化作战能力 更让人感到骄傲的是 空警两千的性能指标 比美国现役预警机领先了一代 可是空警两千的问世 只是迈出了第一步 因为这型预警机使用的载机平台 依赖进口 中国的重要武器装备 还是要自主才行 该怎么办呢 没有载机平台 大型雷达搬不到天上去 预警机就只能是画柄冲击 中国雷达人决定 利用国产运输机 彻底实现先进预警机雷达的自主研制 几乎与空警两千研制同时 中国电科的另一支团队 已经依托国产中型运输机平台 研制出了背负平衡物天线的预警机空警两百 他们希望把空警两千背负的蘑菇形天线 也搬到国内自主研发的载机平台上来 而且性能还不能减弱 这能行吗 不能因为人家没有平台了 我们就不能做预警机了 所以我当时就在想 这个能不能用国产的小平台 研制出国外的大的平台 才能承载的这种雷达 那实现新一代的预警机呢 所以我们就提出叫小平台 大预警 高性能新一代 这么一个研制这个思路 小平台大预警 是一种独具特色的设计理念 意味着要把雷达的重量 减轻到原来的三分之一 而且还得实现几百公里的作用距离 和全方位的覆盖范围 这从技术层面来说 简直太困难了 能做到吗 大家只怀疑太多 不相信我们能够把这件事情做成 面对外界的质疑 吴曼清和他的团队 开始了默默的研制工作 并立下了数年之约 这是空径500天线主厂级的毛肥原材料 两吨多重 通过这台高速龙门许的精密加工 发生了变化 约定的期限转眼到来 经过了多次暗示测试和现场试验 吴曼清的团队最终交出了漂亮的答卷 空警500不仅定型列装 还实现了既能上高原 也能到海上的全疆域作战 2015年9月3日 空警500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阅兵 空警500预警机开始装备中国军队 有了空警2000 空警200和空警500 这些中国自主研制生产的预警机 才真正标志着中国空军现代化 空中作战能力的大幅度跃升 也标志着中国空军正在向着攻防兼备转型 对不起 对不起